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支持安装Android应用 如何才能开启 Hello 大家好 打开你们的文件资源管理器 找到任意一个目录 将查看方式更改为详细信息 看看你们的文件夹是不是不显示大小 而我的现在可以显示文件夹大小 接下来就带大家实现这个功能 现在可以看到文件资源管理器 默认是不显示文件夹大小 接下来下载一个开源免费的小软件 直接在搜索引擎中搜索视频中的关键字 请注意 不是选择上面这个 而是选择GitHub这个 下载这个Offline版本 下载完成后 直接进行安装 软件支持简体中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软件主界面点击搜索 输入Better File Sizes in Explorer Details 或者向下拖动鼠标并找到该组件 点击安装 点击接受风险并安装 点击接受风险并安装 点击设置 在下拉框中选择第三个选项 向下滑动鼠标 选中这个选项 点击保存按钮 稍等片刻 现在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任意目录 即可显示文件夹的大小 使上首次 Windows 11现在可以直接运行安卓应用了 微软与腾讯合作 可以通过Microsoft Store直接下载原版安卓APP 要使用该功能 需要将Windows 11升级到最新版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再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可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锦线 点击锦线Microsoft应用 选择Canary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如果点击继续按钮没反应 可以在任务栏上的设置窗口 点击鼠标右键 将窗口关闭 或者直接按键盘上 Alt加F4关闭当前窗口 然后重新打开设置 并导航到该选项 再次选择Canary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已经显示最新的可用更新 等待更新完成 现在Windows 11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此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杀新完成 选中以前的Windows安装文件选框 如果不清除该选项 C盘的大量空间会被占用 如果后续需要还原以前的系统 请不要执行该操作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完成删除垃圾文件的操作 要在Windows 11上原生支持安卓应用 需要在设置中将地区设置为中国 打开Microsoft Store 左侧选择腾讯应用宝 这里所有的App和游戏 都是原生安卓版 目前有1500多个 打开微信并打开 这里有一个不兼容提示 点击系统要求 需要将Hyper-V关闭 在开始菜单中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在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对话框中 找到Hyper-V 取消选中并按确定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Microsoft Store 左侧选择腾讯应用宝 再次打开微信 依然提示有兼容性问题 花了很长时间 终于把Hyper-V关闭了 现在也没有任何兼容性提示了 安装微信试试看 依然无法正常安装 目前还没找到导致该问题的原因 后续会在评论区添加解决方案 感谢您的观看 已经搞解了 产品 领确定 炑